大家好 我是乐娜 欢迎您来到我们可以吃的花园 今年的雪下得特别早 万木已经开始凋零 我们的花园里只有它正在风雪中怒放 不知以前您是否见过它 是否知道它的名字 它在欧洲被誉为冬季的太阳 它有一个非常响亮霸气的中文名字 叫做十大功劳 您看它的叶片生得张牙舞爪 锋芒毕露 一只只锯齿状的叶子 向四面八方伸展着 每个叶片上都生了好些尖锐的刺 看起来非常不好弱 如果没有人提起 您可能很难注意到 这种长得尖刺的植物 开花结果的时候居然这么好看 在寒风萧瑟的冬天 阔叶十大功劳 会开出一簇簇簇鹅黄色的小花 然后在次年的春夏 它的果实会成熟 一串串蓝紫色的葡萄般的酱果 挂在树枝上非常好看 这种冬天开花 春夏结果 生的如此与众不同 性子也不是一般的任性 这让我们想起了它十分大器 想亮的中文名字 食大功劳 原来食大功劳鼠的植物 大约有七十多种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叫做阔叶十大功劳 另外还有展叶十大功劳 台湾十大功劳 阿里山十大功劳 最后一种 叫做东青叶十大功劳 提起东青 大家就不会陌生了 它的叶片非常的亮丽 而且不易凋零 特别适合制作插花 它是制作圣诞花环 必不可少的装饰 十大功劳鼠的植物 是著名的药用植物 它富含消炎作用的黄莲素 十大功劳的全株 叶 茎 根 等都可以入药 它可以清热解毒 消肿止蟹 可以治疗利己 黄胆肝炎 烧伤 烫伤和创伤等 十大功劳的叶形奇特 典雅美观 盆栽可以供室内陈舍 十大功劳 具有非常强的抗寒能力 是喜阴长绿的灌木 最大的特点 就是可以在室外冬季开花 十大功劳的繁殖方法很多 可以用种子 扁插 分株 移栽等多种方法进行繁殖 它适合各种土壤 而且耐旱 耐湿 少虫害 而且基本上不用搭理 通常也不需要修剪 是最好的懒人花 十大功劳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比较耐阴 可以把它种在大树旁边 这颗十大功劳 今年是第三年了 喜欢的朋友请您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